奔驰宝马奥迪为什么降价 即使降价销量也很难上去 宝贝你看看 问GM9一个月卖多少台 你再看看小米苏星一个月调多少台 BBA现在能有好果的质吗 让新能源打冒烟了 天都塌了 二年时候买奔驰一级还得加价 你看看现在奔驰一级 去年电影刚上市的 现在优惠多少钱 年初买一台奔驰一级 现在光行情就得亏十万呢 这还不算车的折损 这还不算赔的够子税的钱 你让这些个仅仅开了几个月的老车主开业 降价排行榜 它血压都能给你干爆炸咯 得气蹦起来呀兄弟们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想买豪华品牌的 你得谢谢新能源车 也谢谢华为鸿蒙自行 你得行远些小米苏基业宝贝 没有他们的遥遥领先 你现在哪来那么便宜的豪华品牌BBA呀 宝贝们再不努力以后 只能开导罩BBA了 现在对于想买燃油车的宝贝们 简直就是套艇盛业 下面这些燃油车还能不能降宝贝 你结计 有些车降到底都不会要追上沙跌 再降续续你想想 有多少车企还要裁员呢 裁员的后果是什么 控制产能停止降价 如果你非得新能源不可 你身边有没有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 你看看他们买新能源车买什么车 你看看他们现在主要家里面什么车多 我真怕你们吃亏上当疲惫不堪 我真怕你们变成双半脑袋 别人掺脑袋 每天大夫了解新车二车行情 祝你们作响精神不劳而过身体健康越来越好